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在我旁邊有 又是我 秋姐 不是 是很煩的秋姐 是的 奧士卡就會覺得秋姐很煩 但是我們不會覺得秋姐很煩 我想說有觀眾留言 就說想我用回產奧士卡的語氣 去和你一起罵爆X人 但是我想說秋姐一到咪 說錄音十八樓不知道哪座的時候 就立刻上了身 但不知為何一坐在可誠旁邊 就上不了身 其實秋姐是溫柔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她巴勒的一面 繼續留意我們的十八樓不知道哪座 今天會跟大家說兩個主題 第一就是想說政府減身 第二就是前一天有一宗新聞 有一個年輕人被人搜到她的背包裡有武器 今天會跟大家說這兩件事 在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言讚好按鈴鐺 還有要分享出去 支持我們繼續輕輕鬆鬆找真相 我們說回政府減身 政府在4月8日宣布減身 但是在4月5日的時候 黃媒就出現大量的文宣圖 有圖體 有圖體 我們先看看圖 這些一向都是黃媒的伎倆 他們說 新加坡也減身 馬來西亞也減身 南韓和肯亞也減身 唯獨是香港政府準備自行加身 我想說這張圖 不知道以為全球的領導人都是減身 沒錯 這些黃媒 他們為什麼會經常用這些伎倆呢 他們就是將有減身的外國的地方 專門和香港政府擺在一起 就會令到一些人很仇恨香港政府 就會覺得為什麼人家全世界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要減身 那有逃犯條例的國家 你又不將他們放在香港一起 你說得對 所以這些就是黃媒的伎倆 他們就是永遠把這些東西放大 還有他們是拿時間性的 在4月8日之前 他們不停出這些大量文宣圖 就說到香港政府如何不跟其他國家去做 但是4月8日的時候 政府就宣布了 政府是會減身的 他們就利用這段時間 就不停地出這些文宣圖 這段時間就有很多人 看到這些文宣圖 就被他們洗腦了 就令到他們很討厭政府 就發花瘋了 政府減身是減多少 好了 我們現在看回政府減身的新聞 政府就說 特首林鄭月娥及問責官員 逐早前捐出一個月的工資 與公益金防疫後 政府公布新一輪抗疫措施中 特首全體局長及特首辦主任 將減薪一成 為期是12個月 預計是 薪金有610萬 什麼特首有捐過工資嗎 什麼時候 是不是你也不知道 是的 所以媒體就永遠把好的東西淡化 不好的東西就放大出來 哦 即是又是煽動仇恨 是的 即是上個月是捐過一個月的人工的 是的 但是媒體就沒有大使報導 而在政府還沒有宣佈 減身之前 就不停地做這些文宣圖 就令到一些人很討厭政府 你突然想起 即是你說起煽動仇恨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有一條粉牆 哦 陳同佳 是啊 沒錯 我突然想起 那些人好像現在 為何都好像遺忘了陳同佳這條牟利 為何當初那個所謂的反送中 即那個逃犯條例 那是怎樣開始的 無緣無故有個反送中逃犯條例 不是 是有個陳同佳在台灣殺了人 他為了逃避這個法律責任 潛逃回來香港 香港政府為了要他成之於法 就搞這個所謂的逃犯條例 但為何現在的人好像 由開始暴動到暫時 現在好像暫時停了 我覺得好像沒有媒體再說陳同佳這個人 是啊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為何媒體 他們的一貫挑撥仇恨的忌倆就是這樣 令到你們很害怕這個送中條例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你想想 連我這些所謂的反暴力的人 嗯嗯 我都快忘了陳同佳這個人 你剛才再說這個標題黨 煽動暴力這件事 我才突然醒起陳同佳這個 這個殺人版 是啊 其實現在香港是真的淪陷的 他們為了自己的所謂 還要是虛假的 因為他們說逃犯條例 會令到你們無端端送中 其實現在香港是為了一個 不存在的恐慌 去放過了一個殺人犯 但是他們漠視了一個 對 漠視了一個真的殺了人 而存在的一個人 是啊 其實這個女生是真的很慘 但是就由於幾件事 證盡他們的政治利益 他們令到你們很害怕這個逃犯條例 就是因為這樣 令到一個明明被人殺了的女生 不可以沉冤得雪 不可以沉冤得雪 所以這個就是人性最恐怖 和最自私的 和最醜惡的地方 有時候我也想 如果我是受害者的家人 我會怎樣看泛民這班人 人渣 真的 我都不懂怎樣形容 是 沒錯 唉 你說起煽動仇恨 今天有一個新聞 你見嗎 沒錯 這樣呢 今天有一個新聞就是一個 我想也未必有很多人 會看到過這宗新聞 因為這宗新聞 黃媒就好像很多國有報道過 秋蛇最喜歡看中方的 大家都知道 正常人 正常人 但是這樣說 中方都只有幾百字 去輕輕賴 如果這宗新聞 調轉了 遲到那個是 支持警察的人 就大件事了 全世界都知道 其實你知不知道 現在在 其實秋蛇有暗地裡 在那些 蟑螂的群島 我都不怕爆給大家聽 裏面 他們說這位手足 是義士來的 即是被人捉這個 沒錯 哦 OK 我們說一下新聞是怎樣 新聞就是這樣的 在九號 九號 有警察正常地去巡邏 在北角 發現一個男士 形跡可疑 就看到他的手腕 一個手抽袋 裡面就疑似有一些 類似刀的物體 警察看到有這樣的情況下 很正常地去截查 在截查的情況下 這個人就反抗 這個25歲的青年 本地青年來的 反抗 於是乎幾個警員 就合力去制服他 制服完之後 在他身上 就搜到 兩把西瓜刀 兩把西瓜刀 一把廚房刀 再加兩把摺刀 即是總共有五把刀 好了 可能你會說 喂 手持五把刀 不一定是 暴力派的人 OK 在他身上 同時找到一些寫著 Free Hong Kong的文宣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 這些就是去貼連龍牆 反政府的黃絲 對 貼連龍牆的文宣 你一個25歲 你貼連龍牆 你要貼的 你就去貼 你要貼 我也沒辦法阻止你去貼 你為什麼要帶著五把西瓜刀 所以其實 現在為什麼香港會搞成這樣 就是黃媒造成的 如果不是黃媒 煽動仇恨 告訴你 政府和中國是多壞 現在在搞你 你要出來反抗 為什麼對你們不好 你們就不會這麼仇恨 出來用暴力去反抗這個政府 反抗這個社會 就好像這個25歲的年輕人 他有得Free Hong Kong的字句 即是說他就是被黃媒 令到他這麼仇恨 其實我很害怕 我為什麼會很害怕呢 你想想今天看完這則新聞 很明顯 這兩天都不會有什麼大型的暴動 你帶著一些Free Hong Kong的文宣 好了 你貼文宣也要帶著五把刀 一個帶五把刀 個個都帶著刀 個個都帶著攻擊性武器的時候 那 那沒有了 香港發源此時代 你不對我就拿刀斬你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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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間又想回 因為這件事 我又再去想起一件事 若然有一個市民 或者去表露一些我不滿意你 Free Hong Kong的立場的時候 我想起這個畫面 我跟著又浮現那個被人燒那個 所以呢 所以其實真的很慘 香港呢 真的 大家市民真的要清醒 不要再被仇恨令到你們去付諸於暴力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是不會反倒政府和社會的 你只會令到自己的生活的家是越來越差 令到其他無辜的市民都會受害的 你經常跟我說 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 有時候我靜下來 我都不是很同意你文明社會這四個字 本來是的 因為我真的過了這八九個月 我覺得香港是一點都不文明的 現在真的有一班野蠻人走出來 那些原始人來的 就連特首我都覺得他不文明那一刻才恐怖 你明白嗎 為什麼我覺得特首不文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過去這八個月特首做的事都是這麼少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香港本身的機制是這樣 你試一下在外國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外國是比香港更沒有自由的 外國在制止暴徒那方面 他們真的很文明 很國際標準 不過一到抗疫那裡 就突然之間又回到原始時代 是的 其實那幫黃絲最嚮往的地方 在對付他們的時候是不會手軟的 沒錯 他們最害怕疫情的時候 而那邊是放任的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都會喜歡外國 我想不明白 算了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想一輩子都不會想得明白 是的 那好吧 那今天呢 總結就有兩樣東西 嗯 第一呢 就是記住記住 不要相信黃媒說的東西 從來以來看媒體 不要只看一個 一定要看多幾個 就好像前幾天 黃媒那些文宣為例 如果你只是看黃媒的話 你就被他挑動了仇恨 以為政府真的加薪 不去減薪 那麽呢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 接下來立法會選舉 這些文宣呢 將會陸續都有的 招提黨 是的 他們目的是想做什麼呢 就是想你們仇恨政府 然後就不會投票給建制派 所以呢 大家留意了 真是如果看到些什麼仇恨政府的文宣 不要只是信一個傳媒 看多幾個傳媒 就算政府真的做得不好也好 千萬千萬不要因為這樣仇恨 而不出來投票 好了第二 就是呢 黃媒呢 又令到呢 香港呢 治安越來越差了 就好像前兩天 就發生了個年輕人呢 就拿著些西瓜刀 放在背囊裡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現在香港呢 就已經去到一個很危險的地方了 大家記住 不要只是相信傳媒的東西 看傳媒要多看幾間 還有什麼補充 是的 不要相信標題黨 標題黨真的很恐怖 是的 做個醒目的香港人 不要相信標題黨 還有接下來九月真的要出來投票 是的 是的 你說秋姐 也好 什麼都好 老實說 你說政府是不是真的做所有事情都很好呢 問心 我都不是百分百支持政府的 老實說 但是你不會暴力反政府 雖然我都可以 我都說我是一個藍絲 我是反暴力 我不喜歡泛民 但是並不代表我是完全一百分百支持政府 因為有時候他做些事情 雖然說一句 他都是很七分的 我都不是很理解的 但是 那都不會是暴力反政府 我都不會去支持泛民 這幫支持暴力的人 是的 沒錯 就是說你如果是不滿意的 你可以批評 就不是反了政府 即是等於 你記不記得我們曾經有一條配音片 嗯 阿歐士卡去配這個阿基哥 我不是要泛民贏 我是要建制輸 其實為什麼我們這邊的人 不可以反過來有一個心態呢 我不是要建制贏 我是要泛民輸 是泛部派 沒錯 泛部派泛民這幫 我不管你本土也好 傳統的泛民也好 我不管你是老百甲也好 乳甲也好 乳甲也好 什麼都好 或者年輕的那些 民主黨那些 他們叫乳甲 OK 總之這幫人全部都是 為恐天下不亂的 沒錯 所以大家真的要做一個精明的香港人 可誠 你真的不要給我機會罵 可成 我一罵 我一見到時間 哈哈 一撞起來我又停不了口 但我知道你夠時間了 是的 好了 大家記住 做一個精明的香港人 記得不要只看一個傳媒 第二 記得記得出來投票 還要叫身邊所有的人出來投票 好了 那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個 拜拜 拜拜